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来个异团 有潘森 有这个乌鸦在异团 老门呢 哇 这个皮肤声音怎么这么怪啊 加了混响 这乌鸦跟一下 潘森一个W 乌鸦一个E 不有了 这乌鸦的E呢 他被动回血回上来了好像 他的声音好怪啊 吃了一个碎片 我双刀没了 感觉有点亏啊 而且我要漏冰了 得控一下线了啊 我这没双招弩弩推个球过来 我们就死了 漏了一个冰还好 他要二级了 往后退一下 别被耗血了 还行 完美 还行 好 点 我得站在冰里面让他用Q把冰推回来 这冰线要推过去了,我让他Q一下 怎么这么怂啊 来了 我就知道他要空回线来杀我 看到没有 他的意图很明显,因为他知道我是没双招在的 他只要把这个线放出来,弄走推个雪球我就死了 但是我及时的往后侧,一个后侧步 然后学了一集W,直接把他晕在脚下 留了一个磁场 这就来自一个老江狗,老中当的意识 直接回家起飞了 一进化了 来个仪式的章节,顺便来个药啊 这边F6丢个眼,他可能进来偷一眼了 这边F6丢个眼,他可能进来偷一眼了 显现好了,这波可以压,这波升6我可以EV2,等一下 这弄斗应该在附近,我看他的站位 我把他要升6了 这波可以压线 我把线拉回来,就这波升6了 他可能要走 已经走了,那就无所谓了 把线拉回来就好了 空线打发育 我本来就是一个后期大核英雄 这波现在全吃不了 不行,这冰太多了 得清一下,不然要进来我控不住这个冰 让冰多两三个就行了,或者多个车也可以 太多的话就控不住了 我感觉玩这种熟练度不高的英雄 不然不能,边夹边操作 得认真操作一下 不然容易漏刀啊 这冰多在里面吗 这波被炸强了 这波被炸强了 有点亏着不 有点亏着不 这两个打得有点像双拍的 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玩打野老是被中路搞 我玩中当又被打野搞 主要是我打得很稳 我都没推线 推线 你要说推线抓我很正常 我都空线一要死抓我 雲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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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暴力魔杖买了一个 再来个影 咳咳 咳咳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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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阿娜要來了 差點傷害 他沒過來嗎 他直接閉了好想 他沒閉了 他往上走了 吃果子去了 直接回家 這個螳螂可以來中路反蹲一下 這波弩弩應該還會過來 直接殺一波吃個一切塔 我可以去遊走了 等等我 當時出不過來 舍弃掉精神臭皮囊 我是你一个陷阵者 基本上这个神话加法床鞋我们就可以开始打得激进一点了 这我伤害就很高有双双在了 这装备一套可以把队员直接给秒了 怎么没闪现没到不打 露露过来我就死了 哎呦你个屌毛 你是狗吧你啊 这些人打游戏都是双排的吧 我被增率的频率太高了呀主要是 我打得很稳的你看他抓的我成功率很低啊 他就是要来抓我这个人 我也不是说我是提款机这个人 你就硬抓我有用吗 来多来一点 买一送一 保卫后面有人在呢这不抓 是吗 这样挺好的快速发育 哎呦你不是要越吗来 你吃了我塔皮你一定要上这不 快速发育 他又过来了 还有玩中的 我以前本来就是东野都玩的 虽然几年没玩了 也七八年没玩 但是底子还在 知道该怎么打 就是玩的太少了 英雄熟练度有点低 把药可以卖了 直接开始没假 是有七八年没玩了 现在马上S13了 S5的时候 中单还经常玩的 之后的话就玩的比较少了 太早就玩了 其实玩中上感觉还没那么累一点 玩打也挺累的 有时候打也打多了 玩完中单也挺好的 这版本中上的等级太高了 同样发育就可以压打也两三级 特别明显 也很难 打也再顺都很难去压线上等级 除非他炸了 我指的是单能线 这下游一下呢 这卡他差不多应该过来了 有人交TP了 他来了 这下游戏就会打死了 比赞还打死了 2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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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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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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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打不团那个书待会就满了 打不团那个书待会就满了 出门 水银血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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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银齸 水银血漆啊 搭配 还有一个董董 我收了一波就叠板了 刷了700块钱 三龙了再来一个龙魂了 三龙了 马赫全开 拥抱进攻吧 三龙了 为什么感觉我法兰班有点打不动的万号啊 自然之力被动刷了也不应该 往上走 我这个三双呢 他们应该打得完我走 我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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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一切都将改变 回家可以来帽子 形态决定功能 快 一切都将决定功能 也許該晉升 被減速到他 我是沒人管我 你是要看我 你玩輸出特別是這種 核心輸出 你只要 上的時候對等打出傷害就可以 你不要管別的知道吧 你不要當一個前排來玩 像有很多人玩小炮的 就玩成波比直接跳了眼 你只需要管一件事 打出傷害 收割戰場就可以了 開團之類的 事情不是你做的知道吧 要清楚 自己的定位 上的時機很關鍵 不是保KDS 該上的時候一定要上 不是一直在旁邊看 等對面關鍵技能交了你就可以 上了知道吧 有很多人要不然就是 玩個輸出直接就 上了就被秒 要不然就在旁邊看戲 傷害沒有 你要知道對面什麼技能 對你有威脅 會威脅到你打輸出 這個很關鍵 他對你有威脅的技能 一旦用完你就可以登場了 就直接可以開始英雄登場了 有很多人有兩個毛病 一個毛病就是玩輸出的 就是直接被秒 另外一個毛病就是他不會被秒 到時候都打不破傷 所以請注意 進場時機很重要